在臺北大巨蛋看球賽 場外下雨 場內也在下 漏水情況層出不窮 而現在康瑞颱風鋪臺 恐怕讓大巨蛋漏水問題加劇 另外抬頭看看柱子 長長的痕跡斑駁發霉 還不斷滴水 而地板也出現發霉黑字 通往球場的半路天區域 今年累月不斷淋雨 抬頭望去都是臂癌 再往下走 來到停車場 一樣也有漏水問題 消防設備開關被水侵蝕到生鏽 下方還擺了一個 接漏水用的水桶 一元痛批 大巨蛋亂象有夠多 漏水明天就要改善完成 否則我們就一天開罰十萬元 這麼堅定的立場 不痛不癢 一個月三百萬去給你罰一罰 演唱會一場通通都回本 我們就是依法依合約來進行 你們監督遠雄不能夠打假球 台北市長蔣萬安要求遠雄 在十月底前完成所有漏水改善工程 十一月起還有漏水 每天會開罰十萬元 但除了漏水和避癌 有民眾到大巨蛋看球賽 發現手扶梯聲音怪怪的 手扶梯不斷叽叽叫 罰出怪音 仔細看廠商名稱 通力電梯為您服務 卻是簡體字 查詢評價 清一色都是 維修永遠修不好 投一台電梯連續故障等等 面對議員諸多質疑 遠雄表示戰無回應 只是大巨蛋從漏水 再到臂癌 手扶梯異音等 讓人好奇 到底還有哪裡有問題 三連新聞 忘記將有播台北參謀道